所以我們大家下午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車款 是下午的4台 那這一台是2.4的 然後是二輪學動的版本 安裝的話是有兩樣東西 一樣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一樣是後方的兩角調整器 那因為今天的車高呢 我還沒有詢問 因為剛剛有一個我們 避震器業內的一個大前輩來訪 所以我剛剛跟他聊天下來之後 才來趕快立刻來串場來開直播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自家KT的避震器 這台車的話道路版本 前面是配置7公斤 後方的話是配置12公斤 所以這樣的設定 一般來說還是有辦法 姦背到休旅車 因為這個是休旅車 姦背到休旅車應該要有舒適度 因為像是輪泰也好 林軒也好 目前都是維持原廠的規格 那這台車後方的話 在組裝的時候要比較特別 沿用原廠的上座 前面的話KT就有附上座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原廠的避震器 這一台四代 它的前面的懸吊系統 還是很差的 後方的話 是一個雙A 類似類雙A背的一個懸吊系統 但是五代就不同了 五代的話 後方就改成了 避震器是粉絲的 不夠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上座 它很特別 好像是一個手掌的樣子 有五顆螺絲 這個是四代還有三代 它避震器上座的形式 這個是它上面的 前面下方的離載磚 還蠻上面的 所以腳管可以看到它的形式也很特別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後面的避震器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這裡有一個固定座 這個固定座一定要有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是在固定HID 大燈HID 它後方的一個水瓶感應位置的一個掉架 所以這個掉架如果沒有地方固定的話 那一個HID的機構就沒有辦法來固定 它後方 上方 這個上座 是要引用原廠的 這個是後面上座 這個主移的話 我反倒沒有壓過 這個是雙HM料桌子 它的主移應該也就是 有一定的一個主移性 那後方KT是配12公斤 這個是 這個是像這個的話 如果在組裝的時候 它其實是有一個卡準 需要對這個 這個 這個的話有凹槽 所以這個如果是有要 裝原廠型的話 或者是很多社友都會改裝成 藍桶KYB 或者是黑桶KYB 那在這些組裝 或者是短彈簧 那這些小細節的話 就都是小小的重點 那這個是後方的一個仰角 那因為這台車當降低之後 它輪胎的角度 會變成是CAMBER有點怕 這個是後方的輪胎 當車高降低之後 這個角度 CAMBER的話會變得有點像這樣子 所以後方的CAMBER 原廠是不能調整的 所以我們就需要藉由這個 楊角的 上方的楊角 改造是可表示的 讓它這個角度 能夠再回覆到 車高還沒有降下來 相對的會是一樣 它就不會 立場的摩耗輪胎的內側 輪胎的壽命就會稍微比較長一點點 不會因為車高降低了 輪胎的壽命就說 所以這個是一個 需要降低之後 會建議車我們要改裝的 那今天選擇的品牌是 SUMMIT的 這個是盧哥家的產品 這個後面的楊角牆 其實很多的廠家都有做了 Iris也有做吧 還有其他的 代工的一些廠家都有做 那我們先來看後半好了 你要小心嗎 好 後面的話它的 拆裝會比較 比前面還要來的繁鎖 因為它要把它 拆下來之後 上座跟進去 壓縮好之後分開 然後沿用原廠的上座 所以這個彈簧 在組裝上去的時候 KT並沒有組裝好 所以安裝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 這個彈簧也不能壓縮得太多 當然不可能太鬆了 太鬆的話 它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上下移動的間隙 就會有異音 那壓縮過多的話呢 就會有變得不好做 所以後方的 當沿用原廠上做的時候 它組裝的一些小細節 跟彈簧電力分開的結構 是有一樣的意思 那簡單來說 當這個彈簧 稍微壓縮個3到5mm之後 把它下方的 齒輪狀的頭盤 把它對左鎖緊 再來就只有 剩下車高的調整 車高調整 然後後方的話 這一個就是 剛剛介紹的 後方的兩角調整器 原廠的不能調整長短 可是改裝之後 它可以藉由這個可調的機構 讓它改變它的長度 所以當長度改變之後 後輪的這個角度 也就會隨時改變 所以就能夠在這個上方 調整到想要的一個 Camber的角度 這個是後方的懸吊 這個是四代喔 五代就不同了 五代彈簧跟別人就分開了喔 應該上上個禮拜 上上個禮拜 好像也剛好 禮拜六吧 我們也有分享的那一台 就是CRB的五代 這一台是四代 那前面 前面是這邊 這邊 好 前面的話 它的上座有五顆螺絲 AKETI有附上座 上座的話在這裡 在上座的正中間點 這台車它本來有一個試蓋 好 這個試蓋 需要把它掀開 在這個地方 就能看得到 避震器的上座中心孔 這個阻尼旋鈕 那當然一樣 順時針是變硬 逆時針變軟 所以從這個地方 可以來做調整 所以這個是 你鏡頭再拉遠一點 讓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上座的樣貌 上座的話是長在這裡 另外一邊的話 這台也是對稱的 那調整主膩的話 主二邊一定要對稱的 這台也是 這個大陸有鐵燈 很漂亮 熏黑 好看這邊 沒燈在這裡 這個的話 前面的話 三代跟四代這個基座 這個角座 下座的話是共用的 這個基座是共用的 所以它的離載酸 剛剛提到過的就是這個 它的離載酸固定點比較高 所以我們要拉的比較長 那沿用原產的離載酸就好了 這個KT在比較早期的時候的設計 是要改離載酸改短的 但是改短的離載酸 對離載酸的壽命 因為當在轉向的時候 這個離載酸的作動角度 如果比較長比較高的話 它的作動角度就比較小 所以相對的壽命就比較長一點點 可是如果改的很短 它轉方向盤到左10點 甚至是右10點的時候 它的作動角度比較大 所以改短離載酸的壽命 離載酸指的不是避震性 指的是離載酸的壽命 就會比原產的還要來的短 所以後來我們有設計 再做一個進化 就是把它的離載酸固定點拉高 沿用原產離載酸 那這樣還有一個好處 即使在拆裝的時候 也會比較簡單 不需要再把原產離載酸把它拆掉 然後如果這個離載酸 都是消耗品的 也許有可能日後壞掉了 覺得原產太貴的話 那也還有副廠的零件可以選擇 所以在拆裝也會比較簡單 日後的維修也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那這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之類的 這些都是跟原產衛視一樣 那前面這條彈簧 也是我們最近在直播當中的休旅車 常常會看到的這條彈簧 它是200長 然後7公斤的彈簧 那做一個 類似燈籠狀的形式 那燈籠狀的形式 比直卷彈簧 更適合在休旅車上 因為 休旅車 很大部分是要兼顧到 它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因為後座的話常常會在家人之類的 所以它的舒適度很重要 那我們打了這條彈簧 就是很大部分的休旅車都能使用 它在遇到路面不平整時候的一個回饋感覺 會比較平緩一點點 那直卷彈簧它就是直上直下 可是燈籠狀的彈簧 它有一部分壓縮跟回彈的力道 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當然它的回饋感會比較沒有那麼的明顯 所以這個是這種彈簧的一個優勢 那這種彈簧還有另外第二個優勢就是 它的現近跟現近當中的距離 會離得比直卷彈簧還要開 所以它上下作動的行程 能夠上下作動的幅度 會比直卷彈簧還要多個20-30% 所以這個是這種彈簧的一個還蠻不錯 適合在休旅車上的一個設計 那像是 車主的話一開始有詢問到 那這台車有沒有魚眼上座之類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也剛好是一樣的車款 CRV4的話 所以我就在這裡跟大家做說明一下 這款車啊 前面的部分 是我們沒有坐魚眼上座 但是下座的部分的話 是可以藉由這個 橢圓孔的螺絲 這個地方 它是做一個橢圓孔的設計 所以可以藉由橢圓孔的設計 在定位的時候 可以做微幅 Camper的調整 大概一度半到兩度左右 這個調整區間的話 大部分都有辦法滿足 一般車主使用的需求 所以這個孔徑 它是設計上是做一個橢圓孔 能夠在定位的時候做一個 Camper的調整 這個地方 好 那這一款車 應該是我們KT的北區經銷商銷售的比較好 中序的話 有多多少少有車友來安裝 那這一款車的車主啊 如果有需要試乘 想要試開看看KT的產品 都可以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我們台中的工廠 還有北區的經銷商啦 或者是南區的店家 都有提供很多不同的車款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覺得試乘時候有滿意 再來考慮就好了 那如果有其他任何問題 再跟我們KT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 這邊穿麵餅牆 這邊穿麵餅牆齁齁 這邊穿麵餅牆齁齁